当然是因为金苏念词然给了我两季的出来 我也不知道张绍刚老师 为什么还敢出来主持 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已经忘了 你在非你莫属上的表现 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已经忘了 你欺负选手的事 我们已经忘了 你不知道啥叫英雄双行体了吗 可能确实是忘了 但我说完应该都想起来了吧 淡淡不愧是专业的脱口秀的编剧 在这儿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我看过他的稿子 你念他的稿子比听他说 要好玩的多的多 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张老师 好像曾经也演过一部电影 叫启功 张老师为他自己的这部电影 真的是非常的卖力 他花了三十几万 请他的亲朋好友去看这部电影 最终在他的努力下 这部电影的票房达到了四十万 当然这样说也不太好 因为电影票房都是以千万计数的 所以张老师的这部电影票房 就是零点零四千万 其实我真的不是要黑他 关于这部电影的票房 是张老师自己说出来的 因为这部电影 你查都查不到 前段时间 宁静参演了李湘老公王月伦的电影 叫乐翻天 因为剧组的预算有点紧 所以在谈到片酬的时候 宁静的态度很明确 多就多给 少就少给 没就不给 王月伦听到这么爽快的回答 当时心里就非常不安 我是不是遇到骗子了 后来电影的票房出来之后 一看 我果然是遇到骗子了 韩老师曾经在节目上 大秀舞姿 把张绍刚吓跑 韩老师的舞姿 居然能把张绍刚吓跑 你们要知道 当年在动物世界实习的时候 一群鳄鱼都没有办法 把张绍刚吓跑 甚至那些鳄鱼 还被张绍刚给吓哭了 韩典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主持人 他曾经说过 只要观众喜欢 我可以奋不顾身 其实韩典比他自己说的还要敬业 很多时候 观众明明不喜欢 他仍然在奋不顾身 管他的 张老师 久仰 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我打听过 他们说千万别惹张绍刚老师 我说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呀老师可凶啊 在节目当中啊 不尊重别人 对所有的嘉宾都是忽来唤去的 态度恶劣 他这样子的态度 怎么还能够在学校当老师 教主持呢 我朋友就告诉我 你没有上过驾校吗 黄子娇主持过很多届的金马奖 但是内地的观众 可能对黄子娇 还有点不熟悉 如果你要是在豆瓣电影 搜黄子娇 就会出来这样的一条提示 你是不是要找黄子涛 节目组当然是要找黄子涛 而且已经去找过黄子涛了 黄子涛说不 所以今天才来了黄子娇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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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